可能觀眾未必會 我會回來第二季的演奏 第一季是雜沙的專業人士 第二季是一些樂器的演奏家 共通點是 香港一直被人說是文化沙漠 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堅持自己喜歡的東西的人 一些表演者 他們無懼一切找不到食物 要做兼職去養活自己的夢想 第二季就是更加再一次證明 其實香港很多人才 很多很厲害的人 很開心可以見證到這些東西 一件東西的價值 不僅是在於它的材料成本 例如你講一本書的話 你不會問本書的字多少錢 最值錢就是本書裡面的字的內容 這本書的大佬升 極厚 舊藥加新藥那麼厚 等一下 它裡面是有幾乎的 對呀 很多的 你吃你厲害了 你知道這些叫幾乎的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是… 喝醉酒的開始 想不到我幾分鐘就已經破壞了 你可能過幾兩個星期的努力 你… 來參加的音樂人 根本大部分都是非常有水準 以他們的能力、以他們的水平 其實你把它放下去 一個怎樣的組合 我覺得都可以 原來香港有很多很出色的音樂人 音樂的世界很多元 而這些事情是全香港都有的 聽到你們說要做一個終極的比賽 我第一個反應是否真的 因為這件事真的不容易 我們試當真來一次,好嗎 好 找到這麼多人聚在一起 拍攝一個節目也好 做一首歌也好 起碼我沒見過 我來吧 來吧 我覺得整件事是一件奇蹟性的表演 這件事明顯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有十種樂器 有十幾個不同的人 加上十幾個隊伍的成員 大家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有事情,你的想法 你也有機會可以做到 只不過是你願意走出你的第一步 去做你想做的事 希望大家不要當是一個 很普通的節目看完就算 真心去瞭解一下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性格 可能那個樂器大家沒見過 或者簡直不知道它存在 但是原來都可以有感染到我的地方 這個我最想觀眾可以看得到 我 mineral會和我會看見 你也是要… 你也好 那一個配勝 我了 你也不要 去那一幕